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旗鼓雙鷹 今天終於漲了215點 很多人在問 老師可以買了沒 好前幾天已經在問了 因為在破底 然後有一天不是拉了300多點上來 就停一天之後繼續跌 OK 現在什麼狀況 我說先看有沒有止跌 對不對 我止跌訊號要出現 止跌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我們先來看今天到底有什麼消息 讓這個盤居然會上漲 我們看一下 今天的消息面是這個 楊金龍市井 今年經濟成長難保釋 主要有因為這三個原因 通膨 俄烏 戰爭 還有什麼 大陸封城 我這幾個問題 我們什麼時候就已經跟大家說很久了 四月吧 而且是四月初 對不對 我說我們四月初的時候 是不是已經講了 來看一下 這是四月初喔 我記得放清明借簽啊 跟大家講 就這四個 一二三四五 五個 是不是基本上都沒變 一直現在已經五月中了 對不對 而且剛剛那個楊金龍的消息 昨天我是不是已經拿出來給大家看 昨天就是跌這個啊 利空居然是漲 我說這消息已經反應過了 就不用太猜了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 之前不是說 為什麼盤會跌 然後有一天 大家都還沒講 我就直接跟你講說 因為台幣升值啊 不是台幣貶值 外資一路會出嘛 來看一下 今天五月十三號 台幣直接貶破298 台幣貶值什麼時候就告訴你啦 我記得從三月底吧 大家看 我們是不是三月底已經跟大家講 這是三月啊 三月底啊 對不對 然後那四月初的時候新聞出來 因為FED要縮表 我說這就是原因嘛 熱錢出走嘛 對不對 然後三月金會出嘛 是不是一路走來 都是先告訴你什麼原因 為什麼外資會匯出 我說這全部都是環環相扣 這是有原因的嘛 對不對 當然是因為美國已經要縮表生息 他的錢要匯回去啊 而且大家想一下 外資已經在台灣投資多久了 幾十年也有了吧 現在台灣是幾點 一萬五千點 他那時候開始賣的時候是吧 今年年初那時候是多少點 一萬八耶 這兩年才有上才有突破一二 一萬二以上才突破之前的高點 對不對 所以說你要想一想 他投資了那麼久 擺在台灣那麼久 台灣股市終於突破那個 一二六八二的那個歷史高點 突破之後 終於來到一個一萬八千點 這可是之前都沒有過的啊 那如果按照這樣來看的話 外資買了是什麼股票 絕對是全資股啊 而且以台積電為首嘛 對不對 你說他是賺錢還賠錢 他賺翻了吧 那我賺錢呢 把錢匯回去應不應該 應該啦 獲利總是要了結一下吧 而且他也沒有全賣 他賣的可能就是他賺的部分而已 對不對 那如果這樣來想的話 這個趨勢還會變嗎 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看到他轉變的狀態 所以外資賣差會持續 這沒有問題 那怎麼辦 那台股怎麼辦 台股會反彈嗎 這是一個所謂的 短線急跌後的反彈 可是反彈你看買什麼股票 我覺得這比較重要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 今天喔 今天喔 昨天收最低今天直接跳開高 拉上來對不對 幾乎收最高 可是整個範圍是不是在昨天的範圍裡面 而且今天是漲215 昨天是不是跌了390幾 是不是多差不多一半左右而已 好 止跌了嗎 我止跌有幾個條件你要符合嘛 對不對 我們做所有的判斷都必須要客觀才行 而且要有憑有據嘛 怎麼客觀法 我止跌第一個要不破滴嘛 對不對 第二個要收紅 好今天不破滴今天收紅 可是還沒過昨天高點 對不對 就插在這兒 我說沒有過昨天高點代表什麼意思 不夠強 買盤不夠強 所以才不會過昨天高點嘛 對不對 如果今天直接過昨天高點 我說可以漲了 可是現在還沒 我說有幾個觀察指標 大家可以留意 為什麼那麼講 我說觀察指標 我一直跟大家說 台股不管是漲的波段 還是跌的波段 它要漲要跌 一定是大部分股票的反應嘛 對不對 好 我說不用去看那麼多股票 我們就看這個 我們就看這個 就知道到底什麼是要漲的 什麼是要跌的 來看一下 我每天看這20大 你就知道現在到底什麼要漲 什麼要跌 誒 昨天跌最兇的 航運居然跟你談起來 可是他有談的比昨天高嗎 好像沒有 然後金融呢還是很弱 雖然今天沒有跌了 可是也不強 比較強在這 這塊 聯電漲了2.2 聯發科漲了2.8 OK 聯家軍表態 我說上一次聯電 不是有一天突然間碰漲停 那天 那天因為什麼消息 是因為他公告他的那個 第一季 大賺 這是那天 對不對 4月28那天 大賺衝破40% 對不對 然後我那天順便把什麼 他的基本面拿出來給大家看 我說哇 賺那麼多啊 營收那麼好 然後獲利也一路成長 對不對 這麼好的公司 為什麼 股價居然漲這樣 一路摔 從七幾塊摔到這 四幾 跌掉了四成以上 可是你看喔 我說 他那天漲了之後 對不對 盤不是一路跌嗎 你看他有沒有跌 這5月4號 你看他今天 今天股價有沒有跌 還在那天 這個藏紅的價格之上 盤已經跌到 跌掉1000點 他還在這 表示什麼 他就是強勢股 對不對 領跌的是誰 我說這次破跌的是誰 台積電 還有什麼 還有金融 對不對 節目裡一直有跟大家說明 好 這個是連點 另外一檔 我說這個是強勢指標 另外一檔 剛剛不是講最強的另外一檔 聯發科 來看一下 這是聯發科 聯發科有創新低嗎 沒有 可是他之前也沒有很強 可是他這次很特別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漲過 12345 五天高點已經過了 五天高點過了 昨天才破底 他竟然沒有這樣 有沒有 你是不是看到說他相對很強勢 以這幾天來講 你就要留意他 然後本來領跌的是不是台積電 來我們來看一下台積電 台積電 看這裡好了 台積電那天破底505 結果昨天有沒有破底 昨天剛好平最低505 沒有破底 然後今天反彈 我說台積電的基本 沒有什麼問題 我那天就拿出來給大家講 台積電營收創新高 對不對 營收創新高 而且一路成長 他們金融代工都很厲害 然後另外獲利 獲利是不是也是 持續成長 毛利到52點多 也是創新高 我說這樣哪裡不好 好到爆 可是就因為什麼 因為外資他要提款 可是你會看 昨天台積電已經沒破底 今天漲了六塊錢 對不對 他今天漲了六塊錢 漲了六塊還不錯 對不對 漲了1.18% 好代表什麼意思 本來的弱勢指標已經沒那麼弱了 這是其中一個 另外一個是金融股 對不對 金融股 來看一下 金融股今天有止跌 他沒有 金融股今天其實有破底 來看一下 他漲0.39% 金融啊 大家都漲那麼多 他只漲0.39% 漲最多的航運 我說航運還真活潑 然後再來是電子 1.48% 我說電子沒問題 可是金融有問題 對不對 金融有什麼問題 我說問題很大了 注意看 金融今天有沒有破底 有 他是收紅沒錯 可是他破底 這種狀況 子跌 子跌訊號還非常微弱 而且昨天才一個長黑K 馬上要漲不容易 今天的好處是什麼 連續 長黑之後 這一天是不是收一個 下影線收紅K 可是他沒有過 今天是不是又一個長黑之後 又一個下影線收紅K 明天只要 欸 禮拜一啊 只要過今天的高點 他就有機會反彈 我們先休息一下 下半段再回來跟大家做報告 大母親天天快樂幸福 520幸福感恩假 520幸福感恩假 最後一天 速播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送訓 0178 scrape約 missed seconds 鄉 請你 幸福感恩假 520幸福感恩假 最后一天 出播尊线 02 2781 0909 2781 0909 欢迎欢迎来我们旗鼓双银 刚刚是不是讲到 今天这些领蝶的这些标的 金融股 它今天没办法决定 迹象不够 对不对 止跌的迹象不够 台积电OK 有指稳的条件 另外强势的是谁 联电 对不对 还有呢 联发科 我说这一次反弹 看联电 有没有续强 联发科有没有续强 其实鸿海本来是还不错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看 鸿海 结果盘在这量不够 它都没有跌 它很厉害 它上一次反弹 其实最强的 可是它这一次 就是稳在那而已 变成说 它目前并不是被注意的标的 所以你要做鸿海可以等一下 那我们另外来看 我说刚刚看到这些电子股怎么样 电子股没创新低 对不对 虽然说它走势很弱 可是它已经短线上没创新低了 没创新低以现在来讲 就是好事来 对不对 就有机会 可也不够强 以电子来讲 然后另外一个重点是什么 是不是航运股 航运股 昨天一个长黑 今天是说这样 跟大盘走势一模一样 可是格局不同 我说它是去间整理 然后昨天是不是出现一个补跌 最惨的是什么 航空股 前几天这一堆 一大堆分析机构说 我们都看好航空股 就昨天跌最惨 然后今天有人问 说航空股可不可以续报 说大家先留着 我说昨天一个长黑 你早就该闪了 还留着呢 对不对 该出你就出 你可以小亏啊 你说我航空股 从这个高点下来 还差几% 你不走 一下子又差了快5% 对不对 5、6%以上有 我说你要会做交易 你不是只会赚钱 你还会知道 什么时候小亏也得跑 这才是重点 做研究出身跟做交易是不一样的 OK 基本面也不是一天两天就会变的 那个至少要一记 或半年吧 对不对 可是你交易 你要看 我说那你跟我解释一下 联电 什么东西都很好 台积电这么好 500块 你怎么解释 从680来几 得到500 对不对 我说这么看好你是不是死报火报 这样子对你做交易赚钱有益处 完全没有 对不对 可是我们是要看 看什么 看一个产业的未来 我这旁边一直写 锁定电能跟电动车产业 OK 为什么要做这两个产业 大家要思考一下 因为这两个 第一个是政府政策在推行的 政府要着重的就是这个部分 另外这名声必需品 每天都要用电 你不可能不用电 然后电动车除了政策以外 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市场的接受度 已经越来越能接受了 然后我之前上课也问很多同学 我说你现在会想去买订动车吗 不想 为什么 第一个很贵 还很贵 第二个 不好充电 大家都怕开到一半没电 对不对 所以我一直在跟大家讲 我说一个产业要推广 一定要干嘛 你这些基础设施要弄 对不对 还有价格 一定要到达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个状况 它自然会大爆发 可是电动车它现在是慢慢的扩散 它还没有到大爆发的时段 什么时候会大爆发 大家想一下 当初智慧型手机刚推出来的时候 一支手机要上万块 大家觉得贵的要命谁要买 对不对 结果呢 什么时候大爆发 因为电信公司推出了什么 你一个月缴一千多块通讯费 然后绑两年 手机算你几千块 从那个时候开始 整个智慧型手机都推广出去 对不对 一定是 所以你会看到 那时候的宏达电居然可以从 几块钱 几十块 涨到一千三 为啥 因为那时候宏达电正好 对不对 所以你要看得到说 它什么时候会大爆发 然后我直接在这边跟大家讲 电动车什么时候会大爆发 当市场推出一台电动车 不用一百万台币 那时候电动车就大爆发 因为我换油车跟换电动车 一样价 对不对 国产车的价格 买电动车好不好 好哦 赶紧去买 对不对 可是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你的充电设施要够 这两个是电动车要大爆发的必要因素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然后另外一个说 电能 我说电能 为什么会推一个电能呢 大家注意看 我说 比缺电更迫切的 台湾电网危机 为何有电却送不出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用电增幅15%起掉 恐拉紧爆 看到没有 然后呢 这两年 停电事故意燃表 大家都很注意这个东西啊 所以说我说电能相关的 绝对可以留意 这是我上次 拿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盘正烂 你看一路跌 他说跌很惨啊 我说绿油油的拿出来给大家看干嘛 我说这些你可以留意啊 我不是要你马上买 你注意看 今天是反弹 今天是反弹 注意看 同样的股票 里面就要有三档涨停板 看到没有 我说 你要留意看 为什么这些股票会涨 态度在这里啊 对不对 为什么要注重这些标的 因为他们现在绝对是很重要的一些企业 跟电能相关啊 不断电 不断电 太阳能 风力发电 跟什么 除能概念 这一些绝对是现在可以留意的 盘才涨多少 里面有三档涨停板 你说不用去看看吗 好 另外 我们是不是讲 最近这两天是不是一直介绍那个 电动车 我说 这些标的 大家一定要留意 一定会大爆发 我说 这种营收 高档震荡 获利毛利都在成长 对不对 那时候拿出来走势长这样 当然啦 到今天为止可能没什么涨跌 可是我只能说 它已经standby好了 而且连题材都跟你讲好了 电池管理晶片 而且重点是它已经打进了 丰田与特斯拉供应链 我说这种走势 昨天中错 今天呢 今天 小涨 另外一档 也是啊 老师的分析都一样 营收好不好 好 获利呢 获利呢 有没有成长 有成长 毛利也增加 提材 车用晶片测试 叮当参望 一路到现在 今天是不是又涨回来 我说这个成交量已经告诉你 就是有人进场了 对不对 你看看你要不要参考老师的建议 你打电话扫描QQQ来问 直接告诉你这两档是什么 你就可以留意 对不对 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 520 母亲节感恩价优惠最后一天 有兴趣的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了 这一次整个盘在跌 你看得到老师在做啥事 你看到老师跟你说什么时候 就是要开始跌 我们推荐的股票都是这样 都是产业在发展中的 OK 而且是刚好有机会会涨 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好 记得趁广告时间 打电话来 直接来询问 今天节目跟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